大家好,我们一般养石虎兰的过程中呢,它会长一些凝芽,也会长一些高芽出来 那么很多花有在这个石虎兰呢,长出高芽之后呢,总是不舍得把它掰下来 然后呢,一直留着,其实这呢,对于石虎兰后期的生长啊,是非常不利的 怎么不利呢?首先这高芽呀,它是在这个茎杆上面长出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一直留着呢,它会一直消耗这个茎杆里面的养分 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些茎杆啊,长得会比较瘦 再加上呢,这个高芽呢,它会争夺养分 会导致你的这个石虎兰底部啊,一直难以长出这个菱芽出来 就算能长菱芽的菱芽,长得也非常的少,非常的弱 所以呢,我们在发现这些高芽呀,它的这个根系呢,已经长得比较旺了 根系比较多,而且每条根基本上都有大概三四公分长 我们就可以及时把它摘下来 这种高芽,我们摘的越多,它底部泥芽才能够冒的越多 长势才能够越旺 后期泥芽多了,茎杆多了,开花也会更旺 大家看我这盆啊,就是没有高芽 但是呢,底部呢,就冒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泥芽 有好几条泥芽出来 那么这些高芽应该怎么摘下来呢? 摘的方法是比较简单 我们首先用一手控制住这个静感 然后另外一只手啊,抓住这个高芽呢 我们上下,然后轻轻的拧动 然后也要左右给它拧一下 一定要注意,不能够太暴力,要有耐心 大家看,像这样子轻轻的扭动,就把它摘下来了 那么摘下来之后呢,植株还有这个高芽呢都会有伤口 所以我们要给它做好一些杀菌工作 可以在伤口处啊,给它涂抹一点这个植株多菌磷 我们把这个多菌磷取出来 然后呢,用上棉签,沾上一点这个药液 涂抹在这个伤口处就可以了 这样呢,可以保护伤口,避免病菌感染 这段期间呢,就一定不要让伤口碰水 伤口处理完成之后,可以等到伤口晾干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高芽移栽了 那么把这个高芽处理下来之后呢 我们后期呢,还要给它补肥 促进它在底部长泥芽 这个肥的话呢,我们用一些这种南科专用的有金氧液 给它进行液面喷湿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我的这一桌现在正在开花水 现在就不能够用肥 等到花泻了之后,我们再来用肥就可以了 所以在养食富兰的过程中呢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芽长得越多 我们就越要及时的栽除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